民国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与台北市长柯文哲22日在新竹县共骑单车,之后举办直播大谈新竹县的愿景。 其中两人在直播期间穿入的两款创意T恤引发大量网友热议,纷纷询问在哪里可以购买。 徐新盈竞选团队表示,对于创意T恤大受网友欢迎感到惊喜与感谢,目前初步评估发行这两款T恤的发行方式应该以赠送捐款的支持者为主,请支持的网友们捎带,很快就会有发行方案。 徐新盈在7月科技后援会的成立大会请到柯文哲市长站台力挺,柯文哲市长说政治没有那么困难,找一个比较正常的来做就可以了。 我们能不能让台湾的政治走向一个正常?徐新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,公开支持徐新盈专业问政又不分蓝绿的理念,而这句名言成为团队创意发想的来源。 因此在直播前将选个正常人这句名言制作成T恤科市长穿上,与徐新盈穿著的New新新竹,徐新盈T恤一起上镜,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衣服在哪里买得到。 徐新盈竞选团队对于创意T恤得到网友的大量好评感到振奋,也已经开始评估限量制作,让喜爱设计与支持徐新盈的网友也能穿上这件T恤,一起宣扬团结新竹不分蓝绿的理念。 目前预计将以感谢捐款支持者的方式来赠送,最后方案将尽快向民众公布。 民国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与台北市长柯文哲,穿著的两款创意T恤引发大量网友热议,纷纷询问在哪里可以购买。 徐新盈竞选团队提供 分享 徐新盈竞选团队表示,对于创意T恤大受网友欢迎感到惊喜与感谢,目前初步评估发行这两款T恤的发行方式应该以赠送捐款的支持者为主,请支持的网友们稍待,很快就会有发行方案。 徐新盈竞选团队提供 分享